美国媒体Fadeaway World预测了本赛季NBA全明星首发阵容 西部首发为詹姆斯、库里、杜兰特、约基奇和东契奇 东部首发则为字母哥、塔图姆、恩彼得、米切尔和马克西 詹姆斯、库里和杜兰特作为联盟的超级巨星 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球迷基础 他们入选首发几乎板上钉钉 而约基奇和东契奇也是当今联盟的宠玩 两人入选首发也无可争议 本赛季詹姆斯迈入职业生涯第21个赛季 尽管即将年满39岁 但本赛季他依然交出了非常稳定的发挥 场均可以贡献25.1分、7.5篮板、6.5助攻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出入联盟的前两个赛季未能入选全明星 詹姆斯已经在此后连续19次入选全明星 此外 库里和杜兰特两名老将本赛季也有着不俗的发挥 他们三人依然是联盟的顶流球星 虽然亚历山大、爱德华兹和福克斯等年轻球员逐步崛起 但是他们目前还是难以撼动西部首发五人的地位 Fedway World预测的东部首发相较于西部稍显暗淡 茨姆哥、塔图姆和恩比德几乎是雷打不动的首发 马克西在哈登离队之后打出了职业生涯的最佳表现 目前长均能够贡献26.6分、4.8篮板、6.9助攻 他的入选也无可指摘 米切尔入选首发成为最大的争议 毕竟利拉德和哈利伯顿两名球员 本赛季的整体表现也都要好于米切尔 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